大千世界无奇不永 许多自然现象仍然是一个谜 尽管有许多科学家在研究 但很多神秘的现象也仍未得到一个定论 下面就来看看五种不可思议的超自然现象吧 喝汤的传染性 这个现象非常普遍 打喝汤似乎可以像流感一样具有传染性 本来打喝汤是一种非自主的力量 但是打喝汤是一种非自主的力量 但是当我们看到别人打喝汤时 为什么也会跟着打呢 有人说是大脑告诉我们身体缺乏氧气 当我们看到别人打喝汤时 大脑明白空气中的氧气含量很低 所以会提示我们深呼吸 而心理学家认为打喝汤具传染性 主要是因为人类个体生存建立在 读懂他人行为的基础上 当你看到别人打喝汤时 视觉会刺激大脑皮层 刺激神经反射 继而发生这种本能现象 安慰剂效应 你有听说过安慰剂效应吗 它是世界上最奇怪晦涩的现象之一 它表明了人的大脑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器官 例如有人已相信自己会变得更好来克服疾病 为了证明安慰剂效应的存在 科学家们做了不同的实验 其中一项是 医生给患有严重抑郁症的人开维他命丸当抗抑郁药 患者一段时间后 病情开始好转 当医生对其透露真相 预计积极效果会消失时 事实上许多病人决定继续服用假药 而且治疗的效果依然很好 这样科学家们都震惊了 为什么大象和鲸鱼很少患癌症 癌症是由于正常细胞中一些机制失效而发生的 本来体型越大 癌症发生几率应该会越高 但像鲸鱼和大象却不会患癌症 经过研究 科学家们发现 这些体型巨大且长寿的动物有独特的身体机能 帮助它们与阴险的肿瘤进行斗争 这种特殊的机制可以避免有缺陷的细胞继续发育 杀死无用的有害细胞 用磁铁 这种永久磁铁和常见的磁铁外形没什么两样 但它们的特点是 磁化不依赖于周围的特殊环境 通过研究发现 它的磁力异常强大 科学家们都相信 这种磁铁是无限能量的源泉 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能发明基于这种磁铁的机器 对人类的发展将会有什么改变呢 牛的指南针 许多鸟类和昆虫 甚至哺乳动物都拥有肉体指南针 现在有研究表明 牛也有这项技能 德国科学家研究牛的行为 观察到 它们在结队成群的时候 都会遵循非常特殊的模式 科学家还通过卫星图像 发现牛群通常从北到南迁移 它们认为 这种行为的背后原因 正是因为牛会依靠体内的指南针 来引导迁移 对 我来引导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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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